就是 芝加老师可能就是不太了解 这个研讨会的历史背景 或者是那个所谓理念 这个我们就是 我觉得这个研讨会就是 就是比较 现在比较笨笨 所以我看到你看你的入文的时候 就是看到就是大陆这个字 我看有点大文 我在夏威大学训练 夏威的你说大陆啊 他们大陆的人去美国大陆 就是Mainland 就是US Mainland 所以大陆是哪一个大陆啊 然后呢 更有正义的 更有 更有问题的 就是所谓你说台湾 就是归属于中华民国 根根就是哪一个老师啊 就是那个曾老师 就是花很多时间就是台 这个就是没有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根据啊 这个在台湾就是台湾 所谓台湾历史 历史 历史 这里头 蛮有正义的 所以就是你不要那么轻松的就是说 这个 那个台湾好像就是贵属于中华民国 就是你会让很多人很生气 就是不高兴了 所以你可能以后要小心一点 你要参加研导会 你可能要稍微就是有功课 要学习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呢 哪一个单位是办的呢 对 这一点我就是有爱心跟你讲话 对 好 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可惜的部分 就是因为你就是谈这个 所谓力学的部分 所以是关系史 但是好像你的 你的焦点 你的focus 就是比较所谓制度 或者是那个有些法规的部分 那中列子 其实有 在中列子里头 不管是哪一个中列子 就是拜的人 他们不是拜的 他们是祭祀的人 祭祀的人 那边是有人 那边他们有家人 那我要看到的就是所谓story的部分 故事的部分 所以你就只有谈那个法规 或者是祝福的部分 但是没有看到人 就是我觉得太可惜了 应该有很多故事 那 另外呢 所谓这个中列子的功能 你有看到就是显色的功能一点点 但是中列子的功能 几乎你没有看 那中列子现在 台湾 用什么样的 台湾 就是这个政府怎么用中列子呢 这个也是要参考 然后呢 就是在中列子里头 有记事的是谁呢 谁 在什么样的场合 在中列子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部分 可能用比较有人类学的角度来 谈到这个部分 我觉得更有趣 我有去过那个 我还有几分钟 我还有几分钟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然后呢 就是我不晓得 那个老师 那个 这个 这个 之前老师都有 有注意到 你如果到那个台北 和中列子 连那个摩纳路道 摩纳路道 也是他们祭祀 那个摩纳路道 摩纳路道 跟中马命果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可能抗日 或者是他们可能 不是抗日了 这一点也是因为 跟塞拉克巴勒的关系 大家有讨论 所以就是我觉得 中列子你要跟 中列子的性质 也是有演变 中列子也有本土化了 从中国到这边来的东西 几乎都有演变 有本土化 所以就是本土化 也是一种 一个subject 我们可以 很多学生可以继续谈 好